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会健康 谢谢辛苦了 小光 你去停那里 好 这样我推你坐轮椅就不用走太远了 天哪 太幸运了 算了 卖场改天带逛 我们去看看风景好了 小心 妈妈 我们去看水池好不好 好啊 走吧 去看水池 耶 终于可以出来呼吸新鲜的空气了 真开心 啊 不会吧 楼梯 这样轮椅就下不去了 对啊 不能下去真可惜 妈妈 我突然好想要上厕所了 厕所 你忍耐一下 那边有厕所 我推你过去吧 妈妈 可是我快忍不住了 那 那我扶你慢慢走进去吧 好 妈妈 妈妈 我们以前常去的汉堡店就在前面呢 对耶 好久没去了 我们去吃吧 耶 啊 轮椅好像又上不去了 汉堡店在二楼 以前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反正一爬就上去了 明明很近的路 现在却像永远到不了一样 没关系 我上去买外带就好了 妈妈 我们也帮阿公买一份 带去阿公家一起吃好不好 谢谢 阿公 阿公 我终于知道你不喜欢出门的原因了 阿公怕坐轮椅出门会麻烦大家 才宁愿待在家里的对不对 楼街 因为不是每个地方都是无障碍空间 对行动不便的人真的很不友善 像我今天才坐轮椅出门一天 妈妈 就觉得好累 好不方便 都是我推着你走 应该我比较累吧 谢谢妈妈 这倒是真的 每次出门真的是自己累 别人也累 对 我只是暂时受伤 忍耐一下还可以 但是有很多人像阿公一样 年纪大了 或是不方便行走 少了无障碍设施 真的会造成生活上很大的困扰 与不方便 这都是我以前没有发现的 如果出门不那么麻烦 我也想经常出去走走啊 好 等一下回家 我就来找资料 规划一个全程无障碍的旅游路线 下一次我们带阿公一起出去玩 好嘞 太好了 也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地方 都有无障碍设施 像我这样坐轮椅或行动不方便的人 也都能开心的出门 不用担心去不了到不了 我也要帮忙查资料 希望将来有一天 每个地方都能有无障碍空间 与贴心友善的设施 服务行动不便的人 不再有人因为怕不方便 或怕麻烦 而害怕出门 被迫待在家里 愿所有人都能够自信走出户外 看看世界的美好 享受生活 通过是记者 部门自家里面的bod晃 他就是想进行方向 哦 你不思认